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區域合作是大勢所趨 亦為澳門回歸以後帶來不少聖機遇 對澳門極有意義 是非常少有的 所以說我們澳門人應該為這二十年來 澳門的巨大的發展變化 感到自豪 驕傲和欣慰 回歸以來我們這個成效 應該說離不開區域合作 米健指出 由於澳門的地理環境和過去的歷史 決定了區域合作 是澳門發展的必然之路 區域合作為澳門帶來多個重要發展階段 其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 今年初正式發布 是新時期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亦凸顯了澳門更大程度地融入了國家發展戰略 他有提到 今年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 粵澳雙方簽署了 關於促進橫琴支持澳門經濟食道多元發展 加快建設大灣區澳珠極點的合作備忘錄 協議的核心內容 就是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員 尚未使用的2.57平方公里範圍 將以澳門為主導作建設管理和發展 對澳門有著深遠的影響 那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步驟 對澳門來說非常有意義 而且對國家有意義 因為國家現在提倡我們在粵港澳大灣區裡頭 要怎麼樣先行先事 要制度創新 要規則對接 而我們現在做的恰恰是這件事 那麼將來究竟我們能做到什麼程度 直接決定未來澳門10年 甚至20年的發展如何 不過坊間有不少調查發現 澳門居民對參與灣區建設的態度 欠缺積極 政府又有哪些措施去推動和鼓勵他們呢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因為當一個新的一個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變革時代 整個國家澳門也是這樣的 在變革的時代 人要想得到發展需要什麼 第一需要準備 一定要準備要有自己的實力 還要有勇氣 還要有敏感 我們澳門社會澳門的年輕人 現在呢 我們總體的生活水平 我們的這個就業狀況應該都是很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 大家呢 那種衝動 或者要求可能不會那麼強烈 那就會觀望 要很穩當的時候才會很穩妥 很有把握的時候才會出手 但是我覺得 像遇到這樣面臨一個大的歷史距離的時候 一定要敢於走在別人前面 他有勉勵年輕人 事業和成功都要靠奮鬥 不能坐等其成 要想創業立業 必須容易奮鬥 有意進取 基於當前 成功只屬於參與進取者 永遠不會屬於觀望等待者 那邊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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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2 1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